刘乔安透过脸书,向原亲债主们致歉,翻射自刘乔安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太阳花女王刘乔安,本名刘依涵,前天凌晨在脸书直播痛哭,失控说出惊人之语,当时他坦诚用过身体换取金钱,却又坚称,只想获得好一点生活,这样有错吗? 这两天引发议论,一早他诚心致歉,要大家别再骂他 刘乔安一早七点发文表示,他在半夜睡不住觉,所以关心马来西亚选情 话锋一转,他又提及前两天深夜直播时理智线崩裂,天灵盖爆炸的这两天,带来一场纷扰 我真的很抱歉,本姑娘就是寂寞了,喝醉了,闷得慌,才压力大到受不了,于是乎失态了,好了,扰乱一波池水,该平静了,刘乔安有太阳花女王封号 翻射自刘乔安脸书,透过脸书,刘乔安亲自向冤亲债主们拜托,您也就别费心骂我了,好吗? 我诚心地道歉,希望诸位冤亲债主,无时以来亏欠之友情都能释怀 他希望从今天开始,100%充满电的他,能够秒回,然后与郭天晴展开新生活 他希望从今天开始,100%充满电的他,能够秒回,然后与郭天晴展开新生活